很多不喜欢它的味道,但是有些却单单爱上了这个味道。 虽然它的味道有些怪,但是对的身体来说简直就是太好了。 香菜 香菜,学名元衰,是一种有特殊香气的植物。 石精,盐其钓石下气。 石疗本草,盐其利五脏,不经脉,煮消骨能石,至长风。 中医认为,香菜性卫星、温、入肺、皮筋、有发汗透枕、消食下气之功、适用于感冒、小儿麻枕或风枕透发不畅、饮食机制、消化不良等。 营养分析表明,香菜含挥发油、维生素C、苹果酸钾等。 香菜的香气是由醇类和细类组成的挥发油及苹果酸钾引起的,入食后可增加胃益分泌,增进食欲,调节胃肠蠕动,提高消化力。 每天吃煮熟的香菜,30天后身体发生五种神奇变化。 我们都知道,大多数日本就偏爱吃香菜,甚至一月成为国民热门食材第一名。 最近,日本一家香菜温泉火得很,来源,新画网,泡在香菜汤里是什么感受。 这个画风你们可以感受一下,隔着荧幕都可以闻到味道,据说有很神奇的治疗效果哦。 如果你口味不够重不敢泡香菜玉,不妨试试把香菜煮一煮吃,效果会让你大吃一惊哦。 1. 脾胃好 香菜辛香生散,含有圆虽油,能取风解,促进胃肠蠕动,开胃醒皮。 并且,香菜性温,脾胃虚寒的喝香菜水可起到温味散寒,助消化,缓解胃痛的作用。 2. 洗肾排毒 据加拿大报道,每天吃点香菜就能很好的胃肾脏排毒。 3. 当地自然疗法医生介绍,香菜在移除身体积累毒素的同时,还能维持肾脏健康。 3. 而用香菜给肾脏排毒的最佳方式是饮用香菜汁,坚持喝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和之前有很大不同。 3. 不孕好了 香菜不仅含有植物蛋白、钙、磷、铁、甲其多种维生素,而且还含有丰富的磁二醇、磁三醇,二者能调理女性性激素水准,促进排卵。 4. 用香菜治疗排卵障碍所致的不孕症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,方法就是水煎浮。 4. 小而稍退 香菜具有显著的发汗清热透枕的功能,其特殊香味能刺激汗腺分泌,促使肌体发汗、透枕。 香菜还具有促进周围血液回圈的作用,能在短时间内排汗退烧。方法是用香菜跟熬水。 5. 血压降 香菜还有降血压的作用。据报道,鲜香菜10公克,加个根10公克水煎浮,早晚各一次,每次浮50毫升,浮10天为一个疗程,对治疗高血压有辅助疗效。 香菜在营养价值上的作用很高,如果你能接受香菜的味道,尽量多吃点哦,它对身体很有益。 香菜是它的制作用很高,但需要享受这种小鸟的工作。 香菜是个人,您的感觉,不知,不知,不知。 香菜是可以保识。 没有联系的本类或者是小鸟,您的感觉。 哦,我说手的电锅是 mant人,您的感觉,您的感觉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